自托式以来已经过去了5000万年 这是小型动物发展的时期 包括小型哺乳动物 它们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加 直到中西式时期成为动物的主要群体 由于气候变化 它们的种类大大增加 地球继续改变其外观 因为各大陆继续向现在的位置飘移 非洲 阿拉伯半岛和印度 在这一时期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首先出现了全球降温 降低了大气层吸收水分的能力 其气候后果是越来越干旱 地球逐渐经历了一个普遍的温度上升 比目前的温度高出5摄氏度 这种现象被称为中西式气候最佳状态 非洲一分为二 使该大陆的动物群落与其他许多动物 都承受着自然灾难的后果 大裂谷断层开始形成 在这个断层的西部出现了一条数百公里长的山脉 它阻止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气流通过 因此雨水无法到达大陆的内部 上中西式时期由于降雨量越来越少 导致整个地区的热带雨林减少 这也导致了森林的大幅减少 这些新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将极大的影响生态系统 从而影响西侧的生命 该地区的动物群被分为两种 一种是居住在大草原的动物 另一种是居住在森林的动物 其条件和适应性策略完全不同 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 失去了他们发展的数期环境 这些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方便的食物 这增加了生活压力 与动物一样 植物也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尽管一些物种消失了 但在中西市存在的大部分动物和植物 今天仍然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约一千万年前 一种奇怪的哺乳动物 我们将称之为共同的祖先 它生活在树上 开始以简单的方式和短途旅行的方式下到地面 以探索一个新的领域 经过数百万年 这将标志着一个逐步演变的开始 我们的历史是逾七百万到六百万年前的前奥斯特罗普特克人 这是我们家族树上的第一个人 类物种